5月上旬,缅军在昆明举行的和平会谈中,提出要缅甸北部民兵帮助缅军剿灭克钦人,这根本就是痴人说梦,克钦联军之所以不希望缅北三节与缅甸军方议和,就是怕谈判达成后,缅甸军方会把全部的力量都用在克钦人身上,而三个同盟,若开国,国赶国,德昂国,也无法和缅甸军队合作剿灭克钦人, 因为只要击溃了他们,缅甸的军队就会反戈一击,将三国联军彻底歼灭,洞见历史人物,品息世间百态,欢迎订阅爱观历史,5月上旬,中文网上忽然爆出一则新闻,说缅军三个大队被缅甸政府军歼灭,这真是一个天大的玩笑,本来在克钦帮就被压得节节后退,眼看就要坚持不下去了,现在又有美国人撑腰, 竟然还会被缅甸军队给干翻了三个大队,再说了,缅甸军方还在建设中,还不具备大规模的作战能力,缅军连自己都顾不上,哪里还有余力反攻克钦军队,克钦独立军,背后有美国人,这是事实,克钦军和美国人有血缘关系, 从文化上来说,克钦族是基督教,和缅甸佛教是天敌,克钦军在北边的邻居们眼中,总是装出一副无辜无辜的样子,以至于不少不知情的中国网民,都在为克钦人歌功颂德,这是一种误导,克钦军数十年来,企图将基督教传入云南省,特别是对景坡族人进行传教, 在云南省边界上,曾数次缴获景坡族人所携带的宣交式图书,克钦军目前在克钦帮的战斗,节节得胜,战无不胜,可是一旦进入中文网上,就会发现自己屡战屡败, 这就大大的小看了,背后有美国支持的克钦军队,在云南省,克钦族与景坡族同属一族,克钦族企图用基督教,把景坡族纳入克钦族, 这本身就是一种冒险的行为,不管如何,只要有克钦族,有克钦军,就是一件很不安全的事情,瓦邦军方,果敢联军,猛拉军,德昂军,这些势力都已经现身缅甸北部, 对我们构不成任何的威胁,主要就是,想要占领缅甸北部的领土,并不会危及到云南省的百姓,不过克钦军确实很可怕, 他们有意无意地想要将景坡族融入到自己的阵营当中,利用基督教的局势来笼络景坡族,因此,克钦军本身就十分的凶险, 再加上克钦军的身后,还有美国人的帮助,这就使得事情变得更加的扑朔迷离起来, 缅甸军队夺回边境要镇,考虑到妙瓦底地区对缅甸经济的重要贡献及其战略位置, 不难理解缅甸军方迅速组织反攻以夺回该地区的决心,有分析人士认为, 随着更多关键边境地区被反叛组织控制,自2021年政变以来,缅甸的军政府可能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显然,当边境居民成为难民大量逃往邻国时,这不仅影响缅甸的国内安全,也会影响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难民危机一旦加剧,缅甸军政府将不得不应对内外双重压力, 据报道,妙瓦底战斗发生后,泰国政府已公开要求缅甸确保其内乱不波及泰国, 确实无人能预见反政府武装是否会在攻击撤退到缅泰有一桥附近的政府军的同时, 误伤泰国方面,从目前情况来看,尽管缅军已重新获得妙瓦底的控制权, 大多数逃至泰国的缅甸难民也已返回家园,但地区乃至整个缅甸的局势仍然不容乐观, 安全分析家认为,反抗力量将不会轻易放弃,可能在巩固后再度攻击妙瓦底, 这可能会进一步激化局势,鉴于美索镇边境一日未开放,泰免边境贸易将受到严重影响, 缅甸政府军与反抗力量寻求停火和谈的呼声不仅来自缅甸民众, 还有泰国、中国等缅甸邻国,有报道称,泰国外交部已与老挝、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联系, 探讨如何解决缅甸危机,最近,东盟外长发布联合声明,呼吁缅甸的冲突方立即停止武装暴力, 采取所有必要措施,以缓解国内紧张局势,并确保民众安全, 众所周知,自10.27事件以来,中国一直高度关注缅甸国内形势,并未推动和平对话, 做出了重要贡献,尽管签订了停,火协议后,局势未能完全稳定。 尿瓦底地区再次发生武装冲突,中国也做出了积极响应,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所言, 中国呼吁各方停火,通过对话解决问题。 以和平方式,避免局势升级,从目前形势看,尽管缅甸国内局势依然严峻, 但中国支持的进展似乎越来越近,这一说法的一个原因是,泰国已接到报告, 称缅甸国内阁派系可能开始,就停火事宜进行谈判。 另一方面,昂山速记被改为软件,显示出缅甸军政府态度有所缓和,缅甸军事升级。 随着缅甸危机继续升级,军方输给人民国防军和其他叛乱派别, 另一场军事政变的幽灵笼罩着缅甸,高级军官对总理大将的领导感到不安。 其中一些人已经叛逃,缅甸来强调了现任军政府对权力的控制的脆弱性, 然而,更令人担忧的是,任何新的政变领导人都可能比现政权更加残暴和镇压。 过去一年,缅甸人民表现出了非凡的任性和蔑视, 面对军事政权不断升级的暴力和广泛侵犯人权的行为, 他们继续要求民主和正义,人民国防军的出现使军政府的局势进一步复杂化, 其中许多战斗人员是平民和不满的军事人员, 随着时间的推移,该政权发现自己越来越孤立,处于守势, 然而,在混乱和不确定性中,再次发动军事政变的可能性不能低估, 军事机构的分裂,高级军官的叛逃和意义就证明了这一点, 为内部权力斗争创造了肥沃的土壤, 赫莱因斯的领导力受到了严格的审查, 人们对他处理危机,以及他未能平息叛乱的幻想越来越破灭, 军方内部的这种不满,可能为不满的将军策划的政变铺平道路, 试图维护控制权,然而,新军事政权上台的前景令人毛骨悚然, 特别是考虑到现任军政府对平民发动的暴行不断升级, 人们真正担心,任何从政变中出现的新领导人都可能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来镇压意见和维持控制, 对和平抗议者犯下的暴行,包括任意逮捕,酷刑和法外处决, 清楚地提醒人们军方战术的无情, 国际社会绝不能低估缅甸另一次军事政变的潜在后果, 这场危机已经引发了一场人道主义灾难, 数百万人面临流离失所,粮食不安全和迫害, 重新振作起来的军事政权引发的新一轮暴力浪潮可能会加剧平民的痛苦, 并使该国陷入进一步的动荡, 国际社会,特别是该区域,必须采取积极步骤, 为这种情况做好准备, 东南亚国家联盟作为一个区域集团, 必须在协调对缅甸危机的协调一致反应方面发挥核心作用, 虽然与军政府进行外交接触的努力迄今取得了有限的成果, 但东盟必须在处理局势时表现出坚定和团结, 首先,东盟必须重申其对民主, 人权和法治原则的承诺, 欧盟应毫不含糊地谴责任何通过军事手段 颠覆人民意愿的企图, 并呼吁恢复缅甸平民领导的治理, 东盟作为区域仲裁者的信誉取决于他在暴政和压迫面前维护这些基本价值观的能力, 此外,东盟应探索外交调解和对话的途径, 以促进和平解决危机, 这可能涉及在军政府、平民反对派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之间举行会谈, 以谈判前进的道路, 虽然目前对话的前景似乎黯淡, 但持续的外交压力, 加上合作的激励措施, 最终可能产生切实的结果, 此外, 东盟必须准备部署人道主义援助, 以便在暴力再次发生时减轻平民的痛苦, 这包括向受冲突和流离失所影响的人提供粮食、 住所和医疗用品等基本援助, 东盟成员国还应准备为那些逃离缅甸迫害的人提供庇护, 在逆境面前表现出团结和同情, 与此同时, 国际社会必须向军政府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 即暴力的任何进一步升级都是不能容忍的, 这可能需要对参与侵犯人权行为的个人和实体, 实施有针对性的制裁, 并通过联合国等多边论坛加大压力, 军政府必须明白, 其行动是有后果的。 世界正在密切关注, 缅甸再次发生军事政变的可能性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严峻现实, 随着军政府继续输给叛乱部队, 并面临内部异议, 心怀不满的军官攫取权力的风险迫在眉睫, 然而, 国际社会, 特别是东盟, 必须准备迎头面对这种情况, 东盟重申其对民主、人权和法治的承诺, 并与所有利益攸关方积极接触, 寻求和平解决危机, 可以帮助避免缅甸进一步的流血和痛苦, 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